小朋友洪亮的古兑表演 为桃园市消防局大南分队的正式启用 拉开序幕 近年来随着巴德地区的人口快速成长 就由大南分队因为空间狭窄且老旧 因此市府透过赤枝一亿三千五百五十二万 打造全新停舍 借此提升防灾能力 经过跟军方的协调 决定有偿拨用 这个营区很大 原本的大南消防分队在建国路 只有160平的大小 建筑也非常老旧 我们移到这个地方以后 可以容纳八部消防车辆 可以进驻的打火弟兄可以到46人 会大幅的提升大南地区的防灾救灾的水准 这是一个七星级的消防分队 设计的建筑风格也非常好 今天完成之后 我们陆续会在明年把其他六个设施都完成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巴德区民众的生活品质 透过跟国防部讨论 将旧有废弃营区重新规划 除了打造全新的大南分队 同时未来也将陆续建置运动中心 停车场 图书分管等公共设施 希望要完善巴德地区民众的生活 整个计划我们有一公顷左右的一个基地面积 那里面涵盖了很多未来这个区域发展必要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 包括我们有地下两层楼的停车空间之外呢 还有巴德区的运动中心 以及这个大南图书分管 还有我们的公托日照等等 以及地区三个里的礼集会中心 我想这些都会在陆续在明年的 也就是这个明年的1月20号底会陆续完成 近期火灾意外频传 桃园市政府透过打造地下议程 地上三层的全新大南分队 不仅可以容纳巴布救灾救护车辆 以及46名消防人员进驻 同时也将大幅提升巴德区的消防安全 让居民的生活能够远离火灾的威胁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